今天继续讲C130 有朋友问教电池效队究竟是怎样教 我现在试试看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一样照进入系统版面的效队 接下来先教电池 进入系统版面的电池 现在显示每片电池电压 接下来先教电池 先教第一部系统版面 接下来看他标 再量度第一片电池电压 现在看到他标是383 这边是360 即是低了一点 我们可以推高一点 383 我再量度一次看是否错 而且记住一样东西 你换了不同电线之后 量度的电压会有少数点后两个位置 不差的 现在这个他标是3 他标是383 8383 小数点后三个位置就算了 我其实终于用不到这么总确 这边就现在调到383 接下来就量度另外一片电 其实我们重量量量度是插头之后的位置 正常应该是插头之后的 我们现在看第二片电 哎呀脱手了 第二片电就是3846 我这边就是393 这边就是我高了一点 我再看一次是否错 没错 没错是3846 那我就 就交上第二键是3846 如果你是三键的话 就如此类区一路量度下去了 3846 这边这一粒 你量度电压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你叫线材之后 就是你这件电池主体这个位置 你就不要量度这边 量度这边就会有不同的了 不过可能是很微的 是不感觉的 看下没有错 看下没有错 看下 3846 3846 3846 这样就可以了 这边 然后完成了之后就返回 返回 返回 返回保存 它便会保存下 你现在 调校了之后的数值 完成了之后 你就可以调校了这个 这个 上面第一个就是 input 即是你火牛那边的数值 那边我就量度回 我自己的 power supply 那里 看看差多少 这个 哎呀 跌了下来 我就先看这边 先 其实教法都是一样的 先看回 现在我这边的火牛 没有负债的时候 是 12屋32 这边就显示是 12屋34 哦 基本上不可以的 不过我可以照调校 12屋32 这个呢 现在就当是12屋326 因为我现在 左边的他标 是没有少数点后三个位 接着就到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 output屋 就是说是 现在下面的电池 那个电压来的 好 就照一样 度回下面的位 就不要度上面 其实不应该的 应该度回下面的位 会比较总确一点 就现在这个就是 7.72屋 这边就低了少少 7.68屋 所以叉出来之后 电池可能 是会高屋了少少 我就tune这个 7.72 好 ok 7.723 就这样 我们用不到 都少数点后三个位 其实都是 现在这个 7.72屋 这里就 7.723 完成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保存 又走了 我们就保存回去 以这个 output 电流 因为我要串联地量量度 我暂时就 这个我放弃了 其实 接着按保存 那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调教了 我们现在就出回这个电池版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数值 不差大不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第一键先 先看一下我的他标是3.883 现在他这里 我现在的他标大家可以看到是3.883 而右边的叉戏是3.882 3.881 这个是ok的了 我小数点合三个位置 我是接受有余的了 接着另外一键 当回他标是3.846 右边我部充电器是显示3.845 846之间 这个就ok的了 没有问题的了 接着就量度总电池的电压 总电池电压是7.72 他标的显示是7.7267 这个在飘浮的 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POWER SUPPY 那个WOXO 来的 我就直接量度一量POWER SUPPY 的WOXO 哎呀 有些距离上的软 究竟这边有没有POWER SUPPY 这边是 啊 这个TOWER SUPPY 是12WOXO 3.2 然后 这部充电器就是12WOXO 12WOXO 不过它就在飘忽着 可能因为我的接线都不是那么好 临时夹着 所以 有些飘忽 一边移着线的时候 好 就 纯粹是分享一下这个调整部分 告诉那位师兄听怎样按的 今天就来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 随便可以继续发问 拜拜